其實這個是我就是很嚮往的演出方式 可能跟你老婆去旅行裡面那個角色 我有一點點想要找到那個那個感覺 但是那部電影大家都沒看對吧 Hello GQ 我是鳳曉月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片單 這個《青男》的第一步就是《回到未來》 壞的夢想 夢想到還要回到時間 他回到過去的時候 在他媽媽的高中舞會上 彈了Chuck Berry的那首 我小時候看的時候我就覺得 就是哇 原來電影可以這個樣子拍 很童話故事的在講 對於穿越時空 然後愛情成長親情的一部電影 非常非常的有趣 然後又滑稽這樣子 我覺得最經典 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 你知道大家甚至到現在還在嚮往的 What is it? The hoverboard 扶持滑板這個東西 現在好像已經可以做了 可是它不是磁力的 現在還是鋒利 所以大家再接再厲啊 拜託 加油 夢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看的 我同時被它的故事吸引 可是我也被它的電影的拍攝方式給吸引 跟它說故事的方式 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國小老師是一個電影師 所以我們全校在禮堂觀賞了這部 它就是我小時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電影 就是有時候你就是看到大師的作品 它為什麼會是大師的作品 你也說不出為什麼 可是如果你小時候小學看 然後到現在還忘不了 印象深刻到我甚至記得那天禮堂的氣味 然後跟旁邊的同學 跟班上排隊 要走入禮堂的那個過程 我都還記得 我就不多講了 就是反正它有很多每一則都是 還有什麼 反正對你們去看吧 很棒喔 大師的作品 各顯神通啊 這部電影應該真的是蠻冷門的 五千元 五千元 如果你要領導一個生命 你應該知道你做什麼 它是 有一個製作公司叫做Plan B 然後它是喬治克隆尼跟布萊德比特 怕自己沒戲演了 這兩個人怎麼會沒戲演 的情況之下 他們覺得我們來創一個製作公司 叫做B計畫 然後他們就拍自己喜歡拍的東西 裡面呢 有一個我非常崇尚的一位美國演員 叫做三姆洛克威 這個演員可能 除了吸引我這部戲之外 還有這個演員他的表演方式 因為他總是可以在玩樂 跟很嚴肅對待戲劇這件事情 找到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然後其實這個是我 就是很嚮往的演出方式 可能 跟你老婆去旅行裡面那個角色 我有一點點想要 找到那個 那個感覺 但是那部電影大家都沒看 對吧 魔法公主喔 哇 還需要講嗎 魔法公主 前陣子有要給我兒子看 一看我就發現 等一下不行不能看 這不是小孩看的卡通 魔法公主 那是人間 然後他一開始神劍的時候 就把他的頭整個射斷 這樣子 我兒子看了以後呢 到現在還會說 你還記得嗎 他就是會時不時 他也印象非常深刻 我確實小時候看的時候 沒有那麼有感覺 所以其實我是二十幾歲之後看的 他才落在我的心裡面 是一個像是一種的 那一部電影的 是《花都媚影》 當代 還可以有人這個樣子 這麼崇尚表演藝術 然後融合了文學 各式各樣的美學 電影不就是在做夢嗎 在很理性的把你的感性給實現出來 那當然他的藝術成就是非常高的 然後包括裡面的演員 那一個人他也是演了好幾則故事 然後也都是在做夢 然後是一個人在進入不同的現實 很奇怪他也有一些高的藝術思維 可是他也有非常的充滿戲劇性 非常推薦給大家看 娛樂性很高 你不會覺得你在看藝術電影 下一部電影《鬼子來了》 江文的《鬼子來了》 超屌 我覺得很有種 我覺得超有種 下一步 還是稍微跟我講一下 好 稍微講一下 我都覺得可能《讓子彈飛》是《鬼子來了》的延伸 我覺得江文老師想要講的事情 其實可能一直都是那幾件很簡單的事情 江老師 您有種 的怎麼沒有 《鬼子來了嗎?》 我喜歡這張照片 《殺手沒有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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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直男 裡面都是一些很雄性的男性角色 很正義這樣子 然後雖然是殺手 都在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可是我們也有就是殺手的正義 再加上他們的歷史背景 他們就是可以把所謂我最喜歡的那個戲劇種類 所謂的黑色幽默 他們就是可以玩到一個極致 他們就是可以即便再痛 都可以找到幽默的那一 大家會覺得英國人很幽默 我跟你講愛爾蘭人最幽默 愛爾蘭人最幽默 《摩爾代皇帝》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場戲 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 就是皇帝在就是浦仪 浦仪在他愛上了他的新歡了 在舞會上 然後有點迷失的狀態 他在那邊吃玫瑰花 但對我來說就是那場戲沒有台詞 他就是在吃玫瑰花 我覺得你可以把這麼矯情的事情 演得這麼生動 對不對 這好像是這麼偶像劇橋段 可是你在偶像劇橋段你看 你會覺得 天哪 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這太瞎了 但是你去看成熊老師吃玫瑰花 然後跟他的 對於愛情的一些 就是改變啊什麼的 實在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一 一一也是過目不忘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非常的有擔當 這塊我們土地上的一種擔當 就是在比一個 大宗旨 然後那個宗旨就是大家可以感覺得到 難得會有一些電影 他就是可以 我就是為了藝術而藝術 而且我講了以後呢 他會超越我這個藝術 他會變成一個經典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所以他的經典的精神 是我非常的敬佩 同時很敬畏 以上呢就是我的人生片單 各位下次見 拜拜